那宇霏有跟媽媽講 爸爸講這個事嗎 當時其實我都完全沒有講 當然我是到了二十幾歲的時候 那時候 而且我已經走出了這個陰影 然後我在跟爸爸媽媽一起看電視 我記得那時候正在回顧玫瑰少年 葉勇志的新聞 然後當時我才跟我爸媽說 你知道你兒子以前在學校 發生什麼事 我媽聽到直接現場哭 他說我不知道我兒子怎麼會 以前在學校經歷這些事情 但是在這個之前 就是我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去比超級偶像選就節目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表演 然後上很多節目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那時候其實我有一個 視交的伯父 跟我爸媽是好朋友的伯父 他就有一天就跟我媽說 你看你兒子這麼長沒體 你那個節目唱歌 還有那個中性 我看你兒子上輩子是太監 我跟你說 我那個太監就是被淹掉的 前世今生有這個因果 我跟你說 我認識一個很靈驗的這個什麼 算命老師 宮廟老師 不然我帶 你要不要報名 我幫你報名 帶你兒子去看一下這個前世音樂 當時其實我都還沒有跟我媽媽講過 以前我求學過程很辛苦 我媽當下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不能跟正常男生一樣 這很傷啊 為什麼你知道你這樣娘娘強 你女性化 讓爸爸跟我非常沒有面子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已經 我覺得我心理狀態是越來越健康 已經 已經都比完超偶了 都已經二十幾歲了 雖然還是個大學生 我就跟我媽說 我我從來沒有覺得我女性化 我女性很強 這是我最自然的特質 先天的特質的狀態 就是這樣 我是做我最自然的自己 我雖然可能比較溫柔 但不代表我懦弱 我不代表我懦弱 然後 你能牽過來 表示你很堅強 超級韌性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這是與生俱來的先天的特質 你說所謂的世俗 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 那不是人的標準嗎 我認同我是男生 可是這是我先念的特質 我為什麼要去符合其他人覺得 男生應該如何陽光 如何悶 那不是我 那時候唐鳳還沒當部長 你不然你就跟他說 唐鳳也中性啊 對啊 人家都當部長了 對不對 天才一八零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我媽媽講這件事 所以然後後來才有跟爸爸媽媽一起看 這個葉勇之玫瑰少年新聞 然後我爸媽才知道說 以前我過去經歷過這些事情 都接納了吧 他們都很接納 他們覺得我開心的做自己就好 以林宇輝為榮 所以我上一次來上娃娃 我的專輯才叫勇敢綻放 真好 真好 那你現在接著表演工作 還會有人這個歧視嗎 有 有 有 可能因為可能對我比較知名 路不還不夠 很少 比較沒有那麼多人認識 所以有 曾經有過幾次 本來敲好的通告 突然錄影當天早上換人 然後也有這個 不跟你講原因 不跟我講原因 曾經我記得我那時候要發專輯 要上宣傳的時候 有一個很知名的節目 然後我的唱片宣傳 經紀人 甚至我認識的一些藝人 都一直跟他說 林宇輝很好 很優秀 你可以找他去 結果他製作人直接講說 叫林宇輝 他們不要再來推了 我是絕對不會讓他上節目的 可是我覺得我跟製作人 或製作單位 我根本沒有見過面也沒有更合法說 我得罪他們也沒有 對 當然就是這樣 然後甚至有一些商演表演活動 主辦單位都敲好了 前兩三天突然說 主辦單位覺得他們還是覺得不能接受 這樣特質的歌手 覺得會對觀眾造成不好的影響 所以就被砍掉 所以其實在出道或者我做營工作的時候 這些都層出不窮 最誇張的是我接秀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段時間是馬來西亞新加坡接表演 然後當然就是在馬來西亞 下面是五六百人的一個廟會現場 觀眾 然後當然就是我主持人就介紹 臺灣來的美聲歌手 美男子這樣子 然後我唱完歌 雙主持人一個大哥出來 就說 臺灣來的不男不女 在臺上 下面是五六百人 臺灣來的不男不女 我覺得這個 他說他臺灣來的可能是騙你們的 可能從泰國逃出來的 直接在臺上這樣講 說你是人妖就對了 對 然後下面就開始笑了笑聲 笑一大片 我那個當下我必須要沉住氣 因為我在臺上我是藝人 對 他說來這個 可能泰國逃出來 不知道有沒有去做手術 來 我來做一下這個身體檢查 直接在臺上 手就下去往我伸直去 摸還抓 來幫你們驗鳴正神 在馬來西亞嗎 馬來西亞的活動表演 那個當下我就直接說 哎呦摸大哥 不要這樣嘛 不要在臺上做身體檢查 我會害羞嘛 我那個當下覺得我一個人 沒有經紀人 然後小歌手來到馬來西亞 然後為了歌唱夢想 然後希望唱歌 然後賺一點錢 我為什麼要受到這種侮辱 我一下臺在後臺 我直接在後臺哭了超過半個小時 我真的覺得超級 回去廟會也是會有 有個主持人也是直接說 你這個 你到底是天啊 沒有的 就舞臺上這樣講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財神也 超級財神也的廟會 而且又是神面世 然後他在廟會面 在神秘的面前這樣講 我在那個當下我就跟他說 大哥 在我們這個財神也的面前 那我想請問你 你覺得觀世音菩薩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直接就 對 我直接這樣跟他講 我說我是身為歌手 我表現就是一個藝術 好 那這個我們今天邀請到這個明義兄 剛剛講到這個 超級鐵人 極限超鐵 待會兒來介紹一下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